自由亚洲电台报道 最近证实2005年因言获罪 被判刑10年的维吾尔族青年作家 努力莫赫莫德·亚森 已经在2011年在新疆沙亚监狱病死 大陆22岁维权人士发起网络征迁 要求邵阳当局立即无条件释放朱成志 获得海内外网友广泛回应 62岁的朱成志 在湖南邵阳民运人士李旺阳 落难时照顾并资助他 李旺阳离起死亡之后 朱成志被当局关押至今 活动发起人表示 签名只是第一步 今后还会有更多行动 在元旦参与香港岛梁游行的 九名示威者因为堵塞马路而被捕 其中包括立法会议员梁国雄和陈伟燕 两人批评刚紧实施政治逮捕 湖北武汉一名女子一号大陈地铁 因为头发被车门夹住 被迫紧贴车门站立超过九个站 目击者说 这名女子一直贴着车门 无法动弹 不断打电话报警 新唐人亚特电视真理报道 新唐人亚特电视真理报道